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大家知道吗 糖醋里脊不但是中国人爱吃 就像个汉堡包和寿司一样普及到全世界 全世界人民都爱吃的一种世界级的大众菜 感觉很骄傲 是吧 糖醋里脊就传到南方 特别是广东分支到古老肉 这个古老肉的话呢 是当年被广东华侨 传开了一个全世界 咱们去美国呀 欧洲的话呢 是经常会看到 他们的餐厅的话呢 菜谱里经常会有 Sweet and Sour开头的那些菜名 比如Sweet and Sour Pork Chicken Pokcha 等等 好多Sweet and Sour开头的 那Sweet and Sour这意思就是糖醋的意思 然后呢 就当年 这个广东人传开的这个古老肉 从古老肉出来而变形的 而当地化的就是他们的Sweet and Sour 然后呢 同时呢 当年的福建华侨的话呢 福建人呢 把这个广东古老肉呢 传给了日本 然后呢 至今 日本人呢 把它叫做醋豚 也是 在日本的话呢 是非常受欢迎的 男女老少 男女老少 都爱吃的一种 一种那个大种菜 然后的话呢 是北方的那个 糖醋礼籍的话呢 当年的山东华侨 山东华侨呢 是把鲁式的 糖醋礼籍 传给了韩国 然后呢 至今 韩国人呢 把它叫做糖醋肉 然后呢 在韩国的话呢 是糖醋肉的地位呢 是什么地位啊 大家呢 别吃惊 韩国男人啊 去当兵 当完兵回来了之后的话呢 第一个找的 吃的东西就是一个 杂浆面和这个糖醋肉 那对韩国人来说呢 尤其是这个 韩国男人来说的话呢 糖醋肉 就是他们的心灵的时候 心灵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啊 然后呢 那就今天的话呢 是我就 我就做 四种 四种叫糖醋礼籍 那第一个就是 鲁式糖醋礼籍 第二 广东的 古老肉 第三 韩式的糖醋肉 第四 日本的醋醋 好吧 然后呢 大家同时呢 咱们一起看一下 到底是这么同根生的这个四道菜 哪哪里有一个共同点 哪有共同的味道 还有呢 怎么不同还怎么变形的 咱们一起看看 好不好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首先来看一下食材 虽然都是糖醋料理而出的 但是用料上呢 还是有所差异 本视频的最后 有方大的食谱 请截图看一下 咱们先看看肉吧 糖醋料理还是要用瘦肉的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里脊 实际上也是 大部分都是用里脊的 但是广东 古老肉的话呢 比较爱用带点肥肉的五花肉 梅肉等的部位 先把肉块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度 然后山东 糖醋里脊和 糖果糖醋肉是 再切成条 广东古老肉和日本醋豚呢 切成一块硬币那么大的钉 要是切条的话 还是比较利于酥脆的口感 切定了呢 酥脆的口感呢 虽然比切条的稍微差一些 但是嚼起来呢 比切条的还是口感嫩一些 切法不对也不是警察来抓你的 请你两种切法都试试 自己比较比较就好了 然后来看看怎么给底味怎么挂火 糖醋里脊呢 就给料理酒和盐来做底味 还通常用玉米淀粉加水 那这种水分糊呢 为了减轻淀粉的粘性 还有增加酥脆的口感 再给点20克左右的食用有比较好 玉米淀粉呢 炸完后口感特别的脆 但是时间久了呢 就会变成特别的硬 要是咱们通常的做法来炸完肉条 再用糖醋汁来炒的话呢 用玉米淀粉就可以 如果像韩式 把肉条蘸着汁吃的话呢 还是想推荐用土豆淀粉 土豆淀粉的酥脆感呢 更会持久的 接下来看一下 韩国糖醋肉的底味和胡姜 糖醋肉呢 就用蒜膜 盐胡椒粉来做底味 不放料理酒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最棒的 才给了底味 闻起来都让人流口水 还是自己来试试比较比较就好 做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蒜膜 胡椒也是在家里做的话呢 我就强烈推荐这个做法 做起来又简单又方便 炸起来不会失败 调晕水里的土豆淀粉 把淀粉全部溶解后呢 就放置 然后过20分钟左右 淀粉沉淀水变清 就把水全部倒掉 只用泡涨的淀粉挂壶就好了 肉放胡椒里搅拌的时候会发现 胡椒太硬 不好挂 就会开始怀疑 是不是上当受骗的 就来个想法 要不要加水或者加油呢 如果加了呢 淀粉的粘性又增加 炸的时候 肉条会团成一块 就跟你激烈的对抗 继续把肉条抓一抓 都会裹上的 懂个道理 办事就要有个信念 专心的去 揉一揉就好了 就算你感觉不够裹好 炸完后 会体会到 什么叫外素里嫩 这做法呢 保证没有失败 又超好吃 来看看广东骨肉肉 骨肉肉呢 就给个蛋黄 这样炸完后 肉块的颜色会漂亮 也给盐和料理酒 广东人呢 特别喜欢蛋黄 如果有机会去广东 或者香港的话呢 我极力推荐 尝尝广东的蛋黄料理 比如蛋黄酥 咸蛋黄蛋卷 蛋黄 凤凰斩 蛋黄流沙包等等 你就会误出道理 原来蛋黄是这么的香香甜甜的 还身心同时轻入幸福之中 蛋黄裹好之后 直接给干淀粉 不会另做胡姜 然后入油锅前 蘸好干粉 也是增加酥脆的口感的一种做法 但是有一点费手 还是想推荐 韩式泡酱淀粉 再比较一下 日本的醋豚 醋豚呢 就给酱油来做底味 也放料理酒 就像日式炸鸡一样 油炸的时候 日本人呢 喜欢给酱油做底味 喜欢酱油的香味的话呢 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醋豚也给个鸡蛋 蛋清也一起放 还跟古老肉一样 直接给干淀粉 还给面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比1 这也是为了减轻淀粉的粘性 还增加酥脆的口感的做法 这四道菜 为了增加肉的酥脆感 各用各的方法了 但是我敢 单定的说 要是在家里炸肉的话呢 就要用韩式 醋豚的糊也挂好了 那么咱们要炸肉了吧 油温是要调好170度左右 都知道吧 但怎么知道这油温到了170度呢 我是会放筷子的 看到油泡了吗 油泡急促的话呢 意思就是油温到了 家里有温度计 借助科学的力量 要是你很咬头的话 就把手放进牛里量一量 炸法都是一样 先炸5分钟 复炸1分钟就差不多 油炸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油温的 如果入油后呢 迅速的把油温要提升 一下子放太多的肉了 油温降的多 复温的时间也要长 肉也不会油上浮起来 这样的话 油都被肉吸掉 到时候你就会享受到 嘴里充满油脂的感觉 嘴唇也会漂漂亮亮的发亮 必须把适量的肉放入油里 才能保持适当的油温 肉块浮起来了 就把肉块捞起来 凉一凉 再入也是保持油温的好方法 记住保持油温就是 提高酥脆感的秘诀 韩国糖醋肉就完成了 怎么样 炸的挺好了吧 韩国人吃糖醋肉呢 就用三种吃法 第一 酥肉蘸胡椒盐 第二 酥肉蘸糖醋汁 第三 大量的糖醋汁 到酥肉堆上 来着酥肉条蘸胡椒盐 喝一口啤酒试试 给老公吃了呢 老公就不加班 不应酬 天还亮着就回来 肚子还会一天比一天会大 继续看一下糖醋汁 糖醋利己呢 先炒一下葱姜蒜馍 参考师傅就准备 糖醋酱油 饶抽等等 这些调料呢 不用泡水 直接放入锅里 这糖醋汁的酸味呢 特别的性感刺鼻 葱姜蒜油爆了之后 再放淀粉水 糖醋汁够粘稠了之后呢 就把梨脊条放进去 用小火焯一会即可 火灌了炒也可以 如果问我拿种糖醋汁是好吃呢 糖醋利己的就是最棒的 必须按食谱做看看 实在是太好吃了 闻了这个糖醋香 李家的老婆都会回来的 要是外国人看这食谱的话呢 就会想除非是放了 怎么可能放这么多的醋 他们就不懂 醋是炒了之后 酸味都是飞掉 只留酸香的 在家里逛做这个糖醋汁也好 做了蘸些油炸的东西试试 鸡啊猪啊牛啊鱼啊什么都好 必须来试试 撒点芝麻就完成了 看看韩国糖醋肉的糖醋汁是怎么做的 红萝卜黄瓜洋葱都是基本辅料 糖醋肉呢就用黄糖 没什么特别的讲究 用白糖也没关系的 韩国人调的糖醋汁的颜色 就要用黄糖才会有的 最关键的是生酱 就放一点生酱 但这生酱就会决定糖醋汁的味道 要懂得甜味浓厚的菜呢 必须要放生酱的 也许有的人不太喜欢酱香 但是要记住生酱是与甜味相聚 才会施展生酱的真香味 糖醋肉的糖醋汁是用水煮的 不是油炒的 糖醋汁煮开了就放备用的蔬菜 煮熟了就放入淀粉水即可 本视频的最后还有品尝视频 来看看我吃的多香了 该看广东古老肉了 古老肉的糖醋汁呢 核心就是菠萝 估计问路人 拿菠萝能做什么菜的话呢 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 古老肉了吧 还放入青红椒 油炸的肉块 再搭配上菠萝的香气 吃起来又酸又甜 最后来菠萝的清爽 真是绝妙的搭配 糖和粗呢 比起糖醋的一半都没有 但是还足够的酸甜 要是喜欢酸甜清爽的味道 就给你推荐这个古老肉 过来放油 再放入酱酸爆香 直接放糖和酸 调好的糖汁汁 中火来熬制 糖充分的融化了 继续放备用的辅料 再放淀粉水 糖醋汁粘稠了 就放入炸好的肉丁 用小火或者关了火 就让菠萝的香气 渗入到肉丁里 轻轻的炒一下 蒜甜的糖醋味 再搭配着菠萝的香气 就让味道提伤档次 最近呢 不但在中国 在国外也是 做糖醋料理的时候 把番茄酱和糖一样的比例就放 真让我伤心 因为这人工的番茄酱 不如清爽的香气 就食粘不出来 好 完成了 骨肉肉的糖醋汁是透明的 更让菜有清润 最后日本醋醇来总结吧 当然要放了糖和醋了 再加酱油和鸡精 这四种糖醋汁当中 日本醋醇的糖醋汁是 不会有好物的 男女老少都能吃 意思就是味道很保险 但是没什么特点 辅料呢 红萝卜 青椒 洋葱 蘑菇 等等 本来醋醇里也放了菠萝的 最近呢 还是有些餐厅会放菠萝的 但是据说很多日本人不太接受 炒菜里有水果 就渐渐的日本的醋醇里 消失了个菠萝 蔬菜呢 就乱切 切得糊一点 所以呢 做糖醋汁之前 为了速手把蔬菜 油过里再炸一点 然后把油倒出来 有点费功夫吧 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特点 看起来觉得做法很简单 但是要实际做起来 要理好的东西又多 还挺费功夫的 放入调好的糖醋汁 还放点柠檬汁和芝麻油 日本也一样大部分的餐厅给糖醋汁 和糖一样的比例放入番茄酱 在日本社会出城里失踪了这剥落的事件 有一部分的原因 估计是也来自番茄酱 真让人伤心 好像那些餐厅都气气取怯的感觉 番茄酱就用于涂热狗 或者蘸薯条好不好 糖醋汁粘稠了 就放肉定 用小火或者关了火炒一回就可以了 接下来有品尝视频 请继续收看哦 沙鸟汁粘稠 沙鸟汁粘稠 哇 好 嗯 嗯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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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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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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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